臺中市瘦肉精的爭議引發藍白雙方的護槓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說 他覺得這本來就應該是實驗室污染 造成的問題 不過臺中市衛生局長開嗆 有多少證據就說多少話 並不認同柯文哲的言論 而臺中市長盧秀業目前選擇冷處理 反倒是副市長鄭昭新跳出來說 臺中市的實驗室 絕對禁得起各界檢驗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一早到立院黨團開完成會後 本來要離開卻緊急折返 原來是他忘記還有會議要開 是心中想著其他事嗎 畢竟他二十一號出席活動時 把臺中市瘦肉精疑雲定調是實驗室污染 卻被臺中市衛生局開嗆 你要定調的話那你要有證據啊 我們都是只讓這樣 科學東西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而不是想當然耳地是這樣 所以昨天柯P講那樣子我是不認同 找幾個專家 花兩個鐘頭就搞清楚了 搞這麼久這樣 我剛剛可以現在的 啊 不是啦 這個就中央跟地方在鬥 我是我是無辜的第三者啊 從直接點出實驗室污染變成暗酸 臺中市府不找專家查清真相 臺中瘦肉精爭液變成藍白護槓 科文哲市長說那個瘦肉精是實驗室污染 你怎麼看呢 台中市長盧秀燕冷處理到底 就怕被科文哲這句話帶風向 實驗室到底有沒有污染 2月6號和2月19號 台中衛生局就邀請了食藥署 還有學者跟台塘道場 檢視實驗室流程 2月21號召開台北專家會議 食藥署邀集了食安 獨立等各個領域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還傳出台中食安處人員 覺得委屈而累灑會場 看過資料之後就會更加的了解事實 台中市政府在整個的過程 尤其是實驗室 絕對是經得起各界的檢驗 一包豬肉驗出瘦肉精 演變成藍白護槓 但事實真相依舊是一片謎團 記者綜合報導